米格29出现在利比亚上空 俄军秘密支援 腿短的米格29在利比亚的上空变成了王者 或许将于F16进行空中交战 尽情关注本节目 据环球时报近日报道 米格29战斗机出现在利比亚 由俄罗斯支持一方的空军基地中 这种先进战斗机的到来 是在利比亚内战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之后 这可能预示着空战的扩大 报道中还称 至少有6架俄制米格29和2架苏二斯飞抵该基地 还有不确定的信息员表示 在这个航程中的一部分 空中甚至出现了两架俄军苏35战斗机进行护航 不过目前还尚不清楚 这批新抵达的米格29战斗机的提供者是谁 因为在此之前利比亚国民军并不拥有该型战斗机的 这毫无疑问 这些米格29战斗机是来自外部知识势力所提供的 由目前支持的国家来看 也只有俄罗斯拥有该款战斗机 众多军事专家表示 俄军米格29的突然出售后 这让哈佛塔尔迎来了新机遇 相信未来利比亚空中态势将会得到巨大的改变 据悉米格29是一款由苏联米高杨格列维奇设计局 演制的双发中型战斗机 这款战斗机于上世纪70年代末首飞 虽然米格29向来以腿短著称 号称飞不过地涅薄荷的燕子 但还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米格29是一款国际战斗机 而且在利比亚这次战场上 其自然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 更何况利比亚国民军的对手手中 这种情况让米格29落后的航空电子设备烈势 反而体现不出来了 但是其强悍的机动性优势 倒是能体现得淋漓尽致 让它成为利比亚的商工变成了王者 毕竟米格29的对手 只不过是土耳其提供给他们的一些 TBR查打议题的无人机而已 虽然TBR无人机也能够携带导弹 但只是打击地面目标的空对地导弹 不可能对米格29构成威胁 除非土耳其方面能在利比亚找到第一个立足点 而且一旦获得这个立足点 土耳其空军将更有力地支持自己的盟友 利比亚政府军 解释 土耳其空军的F16很有可能在利比亚上空 与米格29进行空中交战